有时候能够怎么办 但是你知道应该有时候 看不出来 然后你看他里面有很多镜头 你会觉得说好年轻啊 那个时候就是你看他二十多岁 就是那个脸很年轻很年轻 然后再给你切一些 就现在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然后头发化白了 你就感觉哇 我们的岁月就是已经 岁月过得太快了 给我自己拿点吃 不能看 其实我是演了 然后有一些要哭戏什么 要找我 我可以很快就哭出来 根本不用第一眼药水 也不用干啥 我就看一下 然后卡 演戏也没那么难 这么自明的演员居然演不出来 也太离谱了 我在接触脱尾秀之前 基本上我觉得的喜剧 我理解喜剧可能就是周星驰 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受录音CK的影响 我觉得他几乎 应该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段子 都是这样的思路去构思出来的 就是对于某一件事情 他的看法是什么 然后他那个看法又是比较与众不同的 他在用他独特的逻辑去讲述 就是他思考的过程 我觉得就这种东西很吸引我 我是咋认识路易CK的 是我刚开始做脱尾秀的时候 有一个前辈吧 算是他给我们看了一些脱尾秀的视频 慢慢就去看了一些他的专场 看他的剧 然后又多经历了一些 跟他一样悲惨的一些表演冷场 以及生活中的一些挫折绝望什么等等 那些你就会觉得说 对于某一样悲惨的一样悲惨的一样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给他一毛钱 然后你就说帮我划一根火柴 每次都给他一毛钱 每次都给他一毛钱 然后慢慢的 你不给他钱 他就不划了 拖秀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就会觉得说 我以前你不给我钱的时候 我也上台讲 我讲得很开心 然后来我上台讲 是需要别人给我钱了 你才去讲拖秀 那么到后来你就会想 哎呀不给我钱 我就不讲了 他好像那个动机就变了 有些事情呢 就是他就是缘分 你可能喜欢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看你能喜欢多长就多长吧 就像一段婚姻一样 你的目的就是 尽可能长时间的维持 婚姻的美好甜蜜 但是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那就没有办法 就去找别的 人生可能还有很多 你可能的 你值得探索的东西 可能到那个时候说 你的使命就到这里 比如说坐在角落 它可以是代表了说 我们没有那么重要 或者是说我们在那个场合里面 我们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真的不需要看得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人太多了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人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主角 但是如果你不是主角呢 你做不了主角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永远可以有自己的定位 我们永远可以有一块 自己觉得很舒适的地方 我当时在节目上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看一个五分钟 或者十五分钟的一段抖秀 像是谈了一段美妙的恋爱 但是你如果真的看完了一个人的专场 或者是说演完了一个人的专场 就好像我们一起度过了一生 我们在那个另外的世界里面 我们经历了我 那个专场内容里面分享的 我人生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那一场演完之后 然后我在想 刚才发生了什么 就是一段很奇怪的生命 在那个时刻 然后它结束了 就有一种说 好像死而无憾 所以我就会有那种说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度过了一生 所以那天节目的时候 李诞说了一句话的说 这个专场可能是今年最好的一个专场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是会有的 我当时是会有的 那种有的 我当时是会有的 我当时是会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